各位选手拿到已经各就各位了 规则再强调一下 这一轮三进二 这一轮结束之后 排名垫底的最后一个人 可能就要出局了 率先破门的那个人 就是我们下一轮总决赛 会想有优先选题权 准备好了没有啊 三位 准备好了 三 二 一 比赛 开始 这一轮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主题是文学家音乐 D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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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选手都是 齐开得胜啊 音乐家阿炳的二拳音乐 反映的是我国哪里的离风光 第二拳 第二题A 第二题C 第二题只有一位答对的 在知识通电中 陶礼板天下指的是 哪个唐朝人物的故事 第三题A 动画片《喜阳阳与灰太阳》的主题曲 大家一起喜阳阳中 没有出现哪种菜 浩宇要加油了 浩宇 第四题C 中间那个尖刺 他扎起脚上 确实很疼的 成语大怪朵鱼中的遗址 指的是身体哪个部位 DTB 浩宇要加油了 浩宇 《喜阳春辉》是比喻 父母恩情难以报答 他出自讨叫哪位诗人的诗句 DOTC 表现中华民族英雄期盖的著名歌曲 黄河大歌唱 创作花了多少天 第七天帝 第七天帝 汉流浃背的典故出自西汉周伯 他汉流浃背的原因是 第八天西 在汉文帝的时候 他的右相周伯 有一天被汉文帝召见 就问他 想了解一下当时国内的民政啊 财政啊等等的状况 结果周伯呢 就搭不上来 真是非常紧张 回身的衣服都湿透了 一身冷汗 这个汉流浃背 就指的是周伯的真美状态 哪个剧种被称为中国百戏之石 第九题 恭喜我们的七零后老将 驳门而出 季童加油 成语获取萧强的萧强 这形容宅院的哪一堵墙 哎呀小家这边的麦克风 是一个问题了 麦克风在后面 麦克风在后面 我答案已经想好了 就等着输了 然后呢麦 麦就掉到门后面去了 然后呢 我当时也不知道咋回事 我就看我麦咋不见了 第四题B 因为平时没有太接触到嘛 然后就往最简单的去想 动画片注入侠的主题 始终我去做词瓜去捡费 除非利益不再那么贵 请问后面个词中贵多少 一时一闭 我要去减费 除非平几零 不再那么贵 三块二毛衣 我也要人陪 除非我有 系统这边还剩下最后一道题 看看有没有可能答对 我国民族乐器中 哪种乐器被称为能说话的乐器 第四题C 90后的系统呢 帅先完成了自己的挑战任务 来小酱 小浩宇今天的表现呢 真的是 我觉得挺让我感动的 他一直在坚持 但是我看你这个状态 其实脚是很疼的 对不对 跟我们说说看 就是到那个坚持的地方 就感觉脚上有挣扎进去的那种感觉 好像没有那么容易 对吧 那个感觉真的很疼 但是虽然很疼 他坚持完成了比赛 一直坚持到最后一秒钟 就这个精神呢 真的值得我们所有大哥哥大姐姐 跟你学习 太棒了 我们把掌声送给浩宇 好不好 就后台赶紧休息一下 继续加油 谢谢浩宇 谢谢 谢谢